路边的东西不能乱捡 有时候仅仅是一张没人要的床 可能也暗藏玄机 彪哥是做工程的 不过不是啥大工程 他们有一个小包工队 专做些小的基建项目 话说有一次 工程队揽了一个外地的活 晚上就在工地的边上支帐篷住 那时是八九月份 天气很热 彪哥躺在地铺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正好工地不远处就有条河 于是彪哥就叫旁边的工友 一起去洗澡凉快凉快 但两人来到河边后 刚下水 工友就疑了一身 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 只见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 竟然孤零零的摆放着一张足床 看上去虽然不是新的 它也没坏 用起来不成问题 见状彪哥不尽奇怪 好好的一张床 怎么就扔了 不如把它抬回去自己用 于是洗完澡后 两人就将足床扳回了帐篷 但由于是单人床很窄 只能够睡一个人 所以只能表哥来睡 工友继续打地铺 因为床是足子的 睡着还挺凉快 表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可睡着睡着 表哥在迷迷糊糊间 突然觉得有人在摆弄自己的脚 他强达起精神睁眼去看 发现有两个模糊的人影 正在用红绳缠自己的脚 很快便将他的双脚给绑了起来 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 表哥的身边突然躺下了一个人 并且他能十分清楚地感觉到 这不是一个活人 此时表哥就跟他挤在一张床上 身体不听使唤 想动也动不了 表哥根本就分不清 这到底是真事 还是自己在做梦 就这样 表哥战战兢兢地挤了一宿 第二天 工友过来叫表哥起床 然而醒来之后 表哥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双脚动不了了 工友大吃一惊 不许他下了地试了时 根本就走不了路 于是工友赶紧将表哥送往了医院 却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 住了好几天都没起任何作用 就说回家养着 或许就能好 可这却急坏了姑姑 每天哀声叹气 以泪洗面 又过了几天 表哥的症状丝毫不见好转 于是姑姑病急乱投医 请了个大师过来看看 而大师一过来 就问表哥当时在外施工的时候 有没有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或遇上什么奇怪的事 于是表哥便把当时做的每一件事 都细细地说了 包括在河里捡床 做梦被绑脚什么的 文言大师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说当地有个风俗 死者睡过的床 需要放到河里冲刷几天 去除湿气 并且下葬之前 还会用红绳绑住死者的双脚 表哥正是睡了死人床 沾了湿气 才被当成了死人 随后大师问姑姑要了一把剪刀 在表哥的脚下比划了一会儿 然后咔嚓一声 在双脚之间剪了一下 便表示打功告成 说来也神奇 表哥当场就能下地行走了 实际上 这根红绳 就是传统丧葬习俗中的绊脚神 据说遗体未入关前 如果遇上雷电 或是有猫狗等动物 从死者的身边经过 遗体就会出现骤然起立的情况 然后见人捉人 见物拿物 如果成功地抓到手中 就会死死地扎住不放 民间称这样的情况为 死不放手 因此 人们便在逝者的脚脖子上 系上红绳 一来防诈尸 二来防诈尸 二来防诈尸 而还有一种说法 从灵堂到灵盆之间的距离 不仅短 而且空间比较狭小 钓刻人来人往 容易不小心碰到停尸的床或门板 导致遗体变形走样 所以葬礼上要用绳子 捆住逝者的双脚 以固定尸体 好了 小伙伴们 还有没有听过其他的丧葬风俗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呀